你的过去,我来不及参与,请让我多点了解你,朋友圈,不要设置三天可见,一,这世间,总有人爱着你,也总有人恨着你,爱你的人,每时每刻都想知道你的动态,了解你的境况,有时怕你忙,怕打扰到你,有些关心未必会挂在嘴边,而是通过关注你的朋友圈去了解, 但如今朋友圈最小可以设置三天可见,这对于想关心你的人,是远远不够的,那些不喜欢你的人,倒是无所谓,看不到就看不到了,朋友圈是个人的自由空间,想要设置多少天这个全凭个人喜好,有些人就是不想被人知道太多,还有些人就是想假装神秘,这都没有什么问题, 但是,对于看朋友圈的人来说,也许就有点不一样了,记得有朋友开玩笑说,我看陌生人的动态还能看到十条,看好友的有时候连一条都没有,所谓的好友还不如陌生人,这样说也不是不能理解,确实也是这样,有时候发动态,也是希望和全里的好友分享一下心情, 大家分享好的事物,还有就是遇到有趣的事情,大家在朋友圈里互动增加感情,朋友圈吧,如果你不愿意给别人看,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去发,免得让人误以为你只是针对着某部分人,毕竟还有许多人,不知道这朋友圈的实际操作。 二,前不久,我也将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,我的初衷是因为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,他们不曾参与到我的过去,可能会被我发的一些朋友圈内容误导。 结果,有个熟悉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起,有一天和我的新朋友聊天,新朋友说我屏蔽了他,不让他看朋友圈,问我是几个意思,听到这话时,我心里其实有些不好受的,我特别能理解那新朋友的心情,他不知道我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对待的,以为只是他。 后来,解释了一番大家才放下了正事,也是在那段时间,我妈妈给我打电话,说,看不到我的动态了,以为我说了什么事情,又以为我的味道了,我又是给我妈妈一段解释,听到我妈担心我的语气,心里也是很不舒服。 我以为的小事情,在别人的心里可能就是大事情,他们未必能够全部接受的过来,而且有些事情,不一定能全然恢复原状。 所以,从那之后,我就将我的朋友圈公开了,他们喜欢看什么时候,的就看什么时候的,想看多久以前,的就看多久以前的。 反正既然发得出来,就不是什么秘密,他们想看,想多了解,我也是因为在乎我,要不然才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呢。 三,许多事情,如果我们懂得换位思考一下,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了。 试想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人,你因为忙碌了几天,错过了他的朋友圈,当你想回头看的时候,发现只有一条横线,你的心里是不是有满满的失落感? 你会不会发现自己其实和普通的人一样,没有任何的特权? 在他的面前,你也一样,不能知道他太多的事情,不能回头去品味他的过去,不能够参与到他过去的生活,甚至,你会觉得他的过去里,有很多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。 你也许会问,爱一个人,不应该是很坦当的吗? 由此可见,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,才会有很大的感触,才会知道原来自己一个很小的举动,就会伤害到恨爱自己的人。 朋友圈,你不喜欢发就不要发,不喜欢被别人看也不要发,但是,如果你发了,千万不要设置三天可见,不要让爱你的人失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